近年中山楼盘在香港推得火热。多个概念包括大湾区概念,港珠澳大桥及深中通道等,将中山雪城市政府在大湾区打造的重点地段。 升值潜力真是无限,但为何从去年中到现在? 中山楼价却一直下跌。根据中原粤港澳大湾区楼价指数,中山楼价在过去大半年,绝对是严重跑输大使。 回顾中山的楼价指数,港珠澳大桥在2018年10月24日通车。 而中山楼价就在通车前两个月达到最高峰。 于2018年8月份升至113.36的高位。 然后就一直下跌,到2019年3月份已经跌到103.86。 较高位跌幅为8.4%,反观全中国的楼价。 在过去一年就升得不错。 根据国家统计局在上周二发布的,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。 比较今年3月与去年同期的楼价指数。 全部70个城市都有得升。 这70个城市不包括中山在内。 整体楼价平均升幅约为一成。 当中升幅最厉害是西安、呼和浩特、大里、贵阳和丹东。 楼价升幅分别为24.4%,22.8%,21.9%,20.6%和20.2%. 根据我多年的投资经验。 一项大型交通基建对楼价的影响。 永远是未见好前两三年推动楼价飙升。 见好前几个月升到顶。 见好后楼价就掉头下跌。 中山楼完全符合这个pattern。 楼价起步点约在三年前。 当时平均楼价还指数百元一尺。 很多香港人错过深圳及珠海楼市的升幅。 于是一窝蜂跑到中山追落后。 将中山楼买到贵了,当地发展商看见拥来的港人。 也将销售重点放在香港。 而并非中山同胞。 楼市有时像股市一样。 最先炒起通常是大蓝筹。 然后是二三线。 再炒到四五线股。 在九个大湾区的内地城市。 深圳的楼价最早开车。 在2015年升到傻了。 但2016年后就大幅放缓,然后由珠海接力。 在2016年底至2017年初见顶。 近两年就跑书大市,中山楼价三年前开车。 大桥通车前炒完最后一转。 然后就后径不计。 如何看待大湾区未来的楼价发展, 从楼市的基本分析来看。 通常导致一个地方楼价上升的动力。 主要由两个原因推动。 包括一概念性的美丽憧憬。 让投资者产生幻想而引发的炒卖行为。 而经济发展导致人均收入上升。 更多高收入的人搬到该地工作或居住。 产生住屋需求再带动楼价上升。 对于中山的情况,推动力量属于第一种。 因为中山人口约330万,不算是一个大城市。 目前仍以制造业为主。 例如电子产品、家电、服装、灯饰、家具等。 这些行业以工厂劳动工人占最大比重。 每月工资只有3000多元。 怎可能租得起港人购买的中山楼盘, 所以香港人买中山楼在当地放租。 通常都是难过登天。 就算可以成功出租, 回报率都只有一来。 中山的城市人口流动。 主要包括两类人。 就是从更穷城市到中山工厂打工。 或是退休老人。 消费能力普遍较弱。 所以在中山买楼, 我们应该先上一上当大桥通车后。 会有更多高收入人士搬到中山工作及居住。 或只有更多中山人跑到香港一日游。 或是研究签人士踏迫达阐子。 那么在法院里面很多人都可以兼得出来。 这样子的召 indust禁定是在当地利的程序。